陕西省安康市郑平县亮鸦村,地处大巴山腹地,规模化繁殖驯养野猪第一人周学国将刚出生的一窝小野猪放在竹框里,从猪舍搬到了家里的炉子边取暖。 一窝九个毛茸茸的野猪宝宝在竹框里,你挨着我,我挨着你,萌太十足。 看着可爱的野猪宝宝周学国心里很有成就感。 周学国的家在镇平小鼠河的源头,这里距镇平县城30来公里,被大山包围的家门口的河滩地有几百亩,很适合生态养殖。 2009年周学国便开始试验养殖野猪,他花4万元买来雄性野猪,选择不同品种的母猪进行杂交试验。 刚开始繁殖子猪并不成功,不是产宰少,就是生下的小猪看起来不像野猪。 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优选出产宰多品种好的母猪。 现在他家养的30多头母猪,个个都是生产高手。 一年两胎,一胎8到15个。 产下的子猪除了自己养,每年都能为其他农户提供500多头子猪。 周学国养殖的野猪,每天天一亮就过河去爬山,吃野草、野果子。 野猪们10到20头为一群。 就像一个班,以班为单位集体行动。 他们在河滩边吃一点猪学果撒在地上的玉米粒。 垫垫肚子就开始爬山,常常走到五公里外的深山里。 天黑了才陆陆续续回到猪舍。 猪学国和妻子会给这些跑了整整一天的野猪喂玉米粉。 每头猪能吃三斤左右的玉米粉。 要是哪群野猪在深山里找到好吃的板栗之类的野果,当天没有吃完。 第二天这群野猪就会起得比平时早。 直奔那儿,去接着享用美味的野果。 也有夜不归宿的野猪,有的甚至两三天不回家。 对这些不守纪律的野猪周学国也有对付他们的招。 那就是关他们禁闭,让他们一天不能上山峰。 关上一天禁闭后,这些不守纪律的野猪就老实了。 周学国说,他们也知道利害关系,很少有第二次犯错误的。 正凭地处大巴山腹地山清水秀拥有极为丰富的药材资源,素有巴山药香的美誉。 吃白草,椰果子,喝腹吸山泉水,天天爬十多个小时山。 生长周期达16个月的野猪其肉质优良。 可谓肉中珍品,野猪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一种优质野味。 与家猪相比蛋白质含量高,以粗蛋白为主,热量高。 脂肪含量低,特别是野猪肉以瘦肉为主。 胆固醇比家猪低,并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 符合现代食品营养的需要是优质的保健肉,美容肉。 放养的野猪肉吃起来野香浓郁,油而不腻。 野猪精逊化后保持了原有的外观体型。 抗病力强,养殖过程中也避免了人工饲料添加剂。 催涨剂等,无激素,无药物残留。 是人们菜篮子中的放心肉和绿色肉食。 因此备受人们的青睐。